你要想练囤形针的还是要练深蹲是最有效的 腹肌的话还是要摇握起坐啊 摇侧来啊 这些最有效 主播是妹子 什么好处 这样跟你讲吧 深蹲可以促进搞酮素的革命 而且如果你不蹲太低的话还可以练持久力耐力 应该说练的是耐力吧 如果你们啪啪啪会喘气啊什么的话 最适合练深蹲了 跑步和深蹲都是很有效的 什么叫深蹲 深蹲就是膝盖不超过脚尖 下蹲下去回来 这个叫深蹲 你可以用负重的话 你要撑住 不负重的话 你就要完全蹲下来 不负重的话 要完全蹲下来 不负重要坐 起来蹲下蹲下起来 起来蹲下蹲下起来 如果你们负重的话 就做支撑撑在半空就是好了 173 负重我这边没有负重的工具 一般一组做二十个 然后做个五组到十组都可以 一般就是做一百个到两百个吧 但一定要分组做 如果过分运动的话 你可能肌肉会长一坨很丑 一组二十个比较好 因为通常一开始练的话 一百个到两百个已经很够了 如果你们觉得不够的话 不要在次数上纠结 你们可以加一些重量 负重 负重的时候上下上下 负重往哪里 负重干凌啊 我今天刚又买了个五十公斤的杠铃 用杠铃杠铃 杠铃就是躺在肩上 做负重深蹲 负重深蹲 脚打开比肩宽一点 然后负重复在肩上 下蹲 起来 注意膝盖 膝盖不超过脚尖就好了 然后做下蹲动作 侧面也是一样 要负重 就是扛在肩上 因为杠铃扛在肩上 下蹲 起来 注意膝盖不能超过脚尖 我穿的是高跟鞋 没法好好掩饰 应该是 穿运动鞋的话 比较好掩饰 因为运动鞋 你站得稳 膝盖不容易超过脚尖 高跟鞋 它本来就有斜度 如果你蹲的低的话 腿就不会变粗 如果你下蹲的弧度大于90度的话 腿会变粗 一只手就能把它抱起是什么鬼 我好歹也差不多一百斤好吧 我好歹也来一组是什么 我好歹也来一组是什么 我要扛的话 我练习负重就要负50公斤了 你们确定你们能把我扛起来 扛我可比负重50公斤要难扛很多 因为负重它力是均衡的 那你们力量挺好的 不可以跳性感舞蹈 跳性感舞蹈是性暗示 不允许哦 对主播是健身教练啊 升蹲150公斤 那臀部一定很翘 就是很圆的那种 主播是M787云呢 练腹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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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法很多 但是主播大姨妈 方便哥夫怎么练腹肌 反正就是仰卧起坐 还蛮有效的吧 M78星云上啊 瘦肚子是跑步 高抬腿和跑步 百米运动员 巨蟹座 主播巨蟹座 一个超级宅女多的星座 刚开始练几组比较好的话 通常一开始练都是 一百个 就是二十个一组做五组 这是基础练习 到十组就差不多了 你接下来还要练就可以 通过负重加重量就可以了 胸我也不知道怎么练的 一刷我妈 这个应该是遗传吧 间隔十五秒 中间休息和间隔 不要超过三十秒 因为在肌肉冲血的状态 你一直练的话效果 比间歇了以后再练要好很多 主播叫Kitty 对间歇15到15秒最好 能间歇就15秒最好 如果还是很累的话 那你们间歇30秒吧 主播是在主播的工作室里头 我和室友和租的 我原来住在这儿 后来我爸妈不放心 就叫我回家住 所以我每天 我每天要在路上坐 打滴花一个小时 才能过来给你们直播 主播这一点还是蛮心酸的 所以心疼心疼我好不好 好 主播跟巨蟹座也是巧有缘的 微博里是我同学啊 羡慕低歌 羡慕低歌 练不出来说明体质还是比较多吧 女同学我和妹子都玩得不太来 因为主播属于那种 就是比较笨的人 和妹子玩 很多妹子心机比较重 就是特别是女同学又爱贪比 所以主播女孩子的朋友都不属于同学了 就是男孩子笑我是神经病女 汉子妹子就觉得我是心机表 所以我没有男朋友 所以我没有男朋友 就只能有一些什么同学啊 哥们啊兄弟啊 对这些座都很暖 对这些座都很暖 你女朋友长得和我很像今天露气了 不行我要收我的笑笑全 好了 知vre 中文字幕 李宗盛